管理混乱,工作失职,监管失令。 1月9日,金湖县委常委,宣传部部长周广峰,发给媒体的事件调查通报中称, 涉事卫生院去年多次被查出,疫苗填写混乱,屡系统,出入库障本记录服等问题,为能及时整改。 作为医疗管理部门的线疾控中心,没有督查整改落实,以致过期疫苗不再没有上报、上交,仍然继续使用。 除去人民日报实际上,涉事卫生院并不止金湖县里成卫生院一家。 据家长反映,查询到的涉旋过期的疫苗,还出现在金湖县人民医院的接种记录中, 甚至,乡镇医院接种记录中,也出现了过期疫苗。 红信新闻记者收到家长投诉的过期疫苗,有几灰、卡戒疫苗、白白货、乙肝、流脑、疫苗等一类免费疫苗,还包括垂斗减毒、马赛峰30疫苗、HIP等自费疫苗。 目前,金湖县疾控中心领导班次,及相关科室成员已经全部免职, 其中,县疾控中心医科两位工作人员被立案调查。 1月10日,县疾控中心,一位被立职的涉事工作人员,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, 对涉事卫生院每年有四次检查,提出过诊改意见,但无法对其处罚。 它是独立法人机构,我们给他们指出问题,他们不改我们没有办法。 家长反映2011年就有孩子接种了过期疫苗一位龙凤胎的家长发现,儿子于2013年3月19日接种。 得批次为2011090171的医脑减毒疫苗,有效期是2013年3月6日,过期近半月。 女儿于2012年3月20日接种了20101080301,水痘减毒疫苗,2012年2月6日接种的20,091,273疫苗,接种时经过期一个月。 我们孩子所在的小学上次当面寄出水痘,很多家长就觉得奇怪,接种的疫苗怎么还会有水痘,这不就是过期疫苗弄的吗? 一位家长范范不平,过期疫苗就算不致死,但接种的孩子,仍无法抵抗这些疾病。 目前,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的最早接种过期疫苗的孩子,是在2011年,这批孩子如今已经8岁。 其中一位家长于2011年9月26日,自费接种了批次为2009-0366的水痘疫苗,查询显示,其已于2010年10月8日过期。 有家长反映,接种于2011年9月26日的批次为2009-0366的水痘疫苗,有效接至日期为2010年1。 0月8日图有,有家长公图有家长反映,接种于2011年9月26日的批次为2009-0316的水痘疫苗有效接至日期为2010有家长。 还发现,孩子在2011年接种的疫苗编号,竟然还由于2005-2006开头到。 疫苗本显示,2011年接种的疫苗编号,以2005-2006。 开头家长公图根据一位家长提供几红星新闻记者的疫苗接种本,红星新闻记者看到,孩子于2011年3月21日,5月2日,分别接种了批次为20106081411的几回疫苗,但通过安理健康疫苗快查,腾讯安心计划,小程序接种查询三种途径,均无法查询到该批次疫苗信息。 几回疫苗保质期一般两年,这样的话至少过期了三年。 该家长说,2019年1月1日,有孩子在防导所接种完几回疫苗后,家长看到疫苗满上登记的疫苗批次是,20116012158,该批次疫苗早在2018年12月11日过期。 而家长在防导所的电脑上看到的批次是,2011703049,于2019年3月26日到期,案子则未过期。 还有家长发现,在防导所档案中,儿子的性别被错写成了女,疫苗本与电子档案17次记录中有实处不同,其中有几次接种的疫苗批次及厂家都没有记录。 现在我该不该相信这本记录?该怎么相信?该家长说道,家长称在县人民医院接种了过期疫苗,居家长提供的设讯过期的疫苗记录显示,设施卫生院并不止金湖县里成卫生院一家,过期疫苗还出现在金湖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的疫苗接种记录中。 有家长提供的接种了过期疫苗的本上,签名为人医中医家长。 共图居一位家长提供的,在金湖县人民医院进行接种的疫苗本显示,2013年10月19日,孩子刚出生时,接种了20110057二卡接疫苗,20101030805一肝疫苗。 同年11月19日,有接种了20100415一肝疫苗。 经查询,这三针疫苗在接种时均一过期。 同时,已有家长发现,孩子2013年在县中医院打第三针一肝疫苗,查询结果均为过期疫苗。 其他乡下卫生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 据家长反应,其孩子在银途镇接种了20次疫苗,其中14次接种的批号都存在问题,其中有6次都是过期疫苗,另外2次接种都没有登记疫苗批次,6次接种连疫苗批次都查询不到。 还有一位女士反应,孩子在金湖县堂到镇卫生院,接种了过期疫苗。 据金湖县政府官网介绍,2017年,以正位单位,卡借苗,摆摆扑,麻风基础,新生儿已干12月零等接种和几回疫苗,时服分别打2417人,7834人,2696人,7593人次,和803人次,接种率和服苗率均打100%。 这是卫生院院长,我也是才知道这样的事情,1月10日下午,金湖县人民医院院长王宏,在和家长的会谈中表示,每年约1500至1600名因幼儿涉及此次事件当中,按照7年一个接种周期,7年前初,神往前推一个周期,总共就是14年,为何几年前出现了过期疫苗,直到现在也没解决。 王宏称表示,自己也是现在才知道这样的事情。 1月11日,红星新闻记者致电怀安市卫济的遗症处,一位工作人员表示,根据属地管理方法,金湖县医院集团归金湖县危机卫管理。 而金湖县危机卫工作人员则称,他们却是负责管理性医院集团,但离城防保所归医院集团管理。 金湖县疾控中心,一位被美职的设施人员,以下简称设施人员,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设施的离城防保所现在是离城卫生院的一个科室。 离城卫生院院长,有金湖县人民医院院长汪红接任。离城卫生院和金湖县人民医院,都属于金湖县医院集团。 红星新闻,疫苗出现这些问题,金湖县疾控中心,作为疫苗管理部门之前都没发现吗? 设施人员,县疾控中心,只是负责将疫苗朗号都送到防保所,至于防保所什么时候接种,我们无法监督。 离城防保所平常的管理工作就很混乱,我们此前巡查的时候,也给他们提出了整改意见,但他们并未整改。 红星新闻,疾控中心的职责是什么? 发现下属卫生院的违规行为,为何不采取行动? 设施人员,县疾控中心,是一个副科级单位,对离城防保所及其所在的离城卫生院,进行监督指导,负责培训人员。 疫苗接种的工作人员必须要考取。 疫苗接种证,上岗前防疫中心也会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培训,检查疫苗是否不期,是一定会讲解到的。 我们对离城卫生院每年有四次检查,提出整改意见,但无法对其处罚。 离城卫生院是独立法人机构,我们给他们指出问题,他们不改我们没有办法。 红星新闻,按正规程序,过期疫苗应如何沙茶? 发现过期要怎样处理? 设施人员,疾控中心会通知防保所回收,然后集中销毁。 2018年,我们找到了一家可以集中销毁疫苗的公司,同年12月末,向金湖县所有防保所定收过期疫苗。 现在出世都21161万2158几回疫苗,在征收的时候,其他防保所都有上交未弄完的该疫苗,但离城防保所并没有上交该疫苗。 红星新闻,为什么有的疫苗等上没有批号,还有些批号查询不到? 设施人员,2017年以前的疫苗,接种本大多是手写,有的可能没写疫苗的批号,2017年以后的本子是基达,大多有疫苗的批号了。 肯定不可能存在那么多的过期疫苗接种,可能是平常工作商的问题,可能是2016年全国疫苗系统出现问题,只受当年散评药品电子接管的影响,电脑自动推算下来的,否则,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。 红星新闻,金湖县每年新生二数量为多少?大多在哪里接种疫苗? 设施人员,金湖县每年的新生二,大概是一两千人,主要出生在县人民医院和卸中医院,其他阶段疫苗接种在镇,接到整个集卫生院的防保所。 红星新闻记者树兰定时习生